是像過往一樣 那個英語教育有專門的英語班的 跟議員報告 就是成如之前您所提到的 就是崇敏國小 崇敏國中的那個雙語班 那去年因為相關法令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停止辦理這樣子 那我們也開始之後 我們也有就是要跟崇敏國中這一邊 來積極來溝通說 他們要不要轉型 成所謂的語文這個自由班類似這樣的形態 因為我們現在在我們國中裡面 建興國中它是有樹立自由班的 那語文這一塊就比較缺乏 那其實是可以透過語文自由班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經營一樣就是延續它原先的這個英語的特色 那你說他們願不願意變成語文自由班 那然後呢 這個部分因為它牽涉到的就是說 校內的這個師資的部分 所以就是有在跟學校了解 然後也請學校跟校內的去做一個溝通 因為語文自由班的話 他的這個自由的師資 他需要就是說教育部有一些規範 他也希望說老師即使你沒有自由教育的這個背景 那之後也希望能夠補修相關的學分 區長 你講的是說你希望他能夠做一個轉型 但是基本上來講如果他要往語文自由班的方向走的話 還會有一些技術面上的一些要克服的地方嘛 是 可是重點是說原來的崇明國中的英語班 就因此而中斷了嘛 對不對 那當時引起一些所謂家長的意見 是說他們參與了這個班別 可是呢就所謂的不符教育局的中央的法令規範之下 這個班就沒有了 那他們就等於說白上了中斷了嘛 是不是 那你把它變語文自由班 你又講說有一些困難度 基本上來講你們有沒有勇於認識 去讓他轉型得成 會不會才是一個關鍵的原因呢 是這個部分我們也在努力 那另外也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其實另外在實驗教育的這一塊 我們希望 因為實驗教育三法通過之後 他有提到說 辦理這個實驗教育 比方說像有些區域也有辦理雙語的實驗教育這樣 那我們其實在工作方說明會的時候 我們也有鼓勵我們就是國中 也可以在學生人數480人以下這個規範內的這個國中 也可以來申請 那但是目前也是一樣 就是說有一些學校他也是會考量到說 這個老師師資方面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只要是學校他願意來申請雙語的實驗教育 那這個再師資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教育局也會給予配套的協助 所以你這樣講的話實驗教育這一塊 是他所謂又開了一些合適的有特色 就是說這個怎麼樣 一個教育的一個推廣方向 那我們台南市 一個途徑這樣 有好幾種方式嘛對不對 那台南市目前有沒有申請 那你們給予他積極輔導 然後有一個方向他們要去走的 有沒有 跟議員報告 在國小的這個部分 我們今年在媒體上應該議員都有看到 就是說我們有四所國小通過了這個申請 但是那些國小基本上它是因為 所謂的學生人數不足 慢慢要廢校了以後你們 你們要往一個方向一個新的方向開展 開展一條生路啊 跟我們這樣講的方向是不一樣的啊 是跟議員補充報告一下 就是說像男子國小 新營區的男子國小 他其實是在新營地區 他也希望說他可以提升他的競爭力 所以他就提出了藝術跟人文 那他其實也是強調那個雙語的 那個部分的這個課程 那在國中這一塊呢 我們的確還在努力 因為國中這一塊我們有 就是說鎖定幾所學校啦 那但是學校那個部分呢 都還有就是跟校內溝通的一些問題 所以國中部分事實上並沒有 當初的家長團體他們提出申請 這樣子一年過去了 目前為止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聲音嘛 對不對 家長團體提出申請的那個部分呢 應該是國小部分 就是說他以這個 等於是說非學校型態的這個部分 來進行的 那那個是 據我了解是國小部分 好 局長 我不知道是我誤會了還是你弄錯了 就是說我講到的是跟崇明國中有關係的 OK 那但是重點在於說 你剛剛講的幾所國小 他們有他們的特色做一些轉型 那原來崇明國中的英語班 事實上就沒有了嘛 我要講的是說 原本你知道我們台南是有所高中 德光中學 是 他們在這一方的表現 絕對稱得上非常優秀 就是所謂英語教學 對不對 那原本我們東區崇明國中 語文這個英語教育 英語班也算是略有成效了 現在號稱因為法律不符合 把它拿掉了 你的意思是說可以再做 但是就是沒有了嘛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目前是沒有了嘛 現階段是沒有的 那你沒有辦法有一個積極的作為 讓他有嗎 現在你講的就是說 有技術面的問題嘛 對不對 師資的問題嘛 或者某種程度來講 法令上怎麼做一些 適當的搭配的問題嘛 可是你知道 現在一些相關的實驗學校 他們的辦學績效 幾乎已經要比我們 室內的原本很知名的國中小 都已經要超過了 我想這個你不會比我不清楚 對不對 那我們原本的國中 他有一些特色 有一些所謂的 某些方面資質特優的孩子們 樂意去就讀的 到現在這些理由也沒有了 我們到底台南市 還有什麼可以競爭的呢 你剛剛講的幾所國小的問題 是因為他們叫做被迫轉型 被迫有時候被迫 也許也不見得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現在講 我現在跟你提的這 崇明國中這個案子 是他們本來有 所謂的法令不吻合 就讓他沒有了 原本我們盼望說 是不是能夠輔導一下 讓這個英語班 不管你變什麼名稱的講法 基本上來講 就想到崇明國中的時候 什麼一效一特色也罷 什麼樣也罷 當然這些學校本來都是不錯 可是原本有的一個優質的特色 變成沒有了 你回應我的意思說 能夠讓他有 可是目前沒有 對 這個議員我跟您報告 這個部分呢 我很謝謝您 再來這個 就是說鞭策我們 繼續往這個方向 我們也會再來跟崇明國中這邊呢 做更這個緊密積極的溝通 局長 你講的幾所學校 我說過他是被迫轉型 我覺得有時候危機是轉機都不要緊 可是 英語班這個問題 你們那個大張旗鼓的講 什麼政府 賴市長這邊有個什麼 專門的英語什麼之類的 我在質詢的時候也講過 講得像真的一樣 震天嘎響 結果我們好好的有一個英語班 所謂的法令 法令也是人造的 好的東西如果我們距離已真 願意把它維護的話 一定找得出技術面的克服 賴市長說 他覺得我們議會怎麼樣怎麼樣 不進來 所有的法令他沒有一樣聽的 可是現在這明明是一個好東西 從去年的時候 我們在提這個事情 你就告訴我說你們會來看看要怎麼處理 大半年過去了 到現在 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沒有哪一個國中 他是以英語班出名了 我這樣講你們誤會應該沒有嘛 對不對 是 跟議員報告 其實過程當中我們也有努力了 希望能夠找幾所國中 看願不願意來辦 那其實我們很希望他在實驗教育的計畫裡面 可以提出申請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 就是說更積極的 也來 也來鼓勵 我還是要講這句話 如果我們自己教育局 沒有一個行政的一個大方針 你只是問大家你們要不要辦 現在做於教育行政單位 我說學校他們 你看看這麼多校長 一股腦要退休的退休 他們都不想勇於認識 就是說這個大局對他們來講 好讓王議員講完 我是認為說 是不是局長 你不要用一個被動的態度 而是一個積極的態度 譬如說我教育局 就是要做一個 英語特色的 某一個學校 你現在是說我問他們要不要辦 今天大家都 這個這樣整個的一個氛圍 誰希望懶這個事情 可是你明明你們的相關教育政策裡面 是強調英語教育的重要性的 英語教育沒有不重要過 只會越來越重要 越來越重要 越來越重要 那如果英語教育真的那麼重要 好的東西你們讓他沒有了 現在希望你們去做 你們只是這個虛應故事一下說 請你們來請你們來 誰要來 能不能夠舉例 就是設定目標 我要推一個成功的 以語文英語文 作為他特色教育的 這樣子的一個大方向嘛 你用一個正向的態度 讓他加 而不是被動說 你們要不要來 不要來喔不要來我也沒辦法 你教育局不給他某種行政上的鼓勵 行政上的一個搭配 行政上的支持 學校為什麼要去染試 現在沒有人愛染試嘛 是你教育局要有一個方向出去嘛 給局長聲音 謝謝議員 這個部分我們真的是很期待 真的也會來做 那因為包括實驗教育這個部分呢 他要做這樣子的一個學校 學校也算是一個轉型 公辦的部分 那當然他都要經過 學校校務會議的一個討論 跟通過 所以這一塊我們會再 積極的邀請相關的 這個學校校長行政同仁 再來做理念的溝通 因為賴市長在他整個推展行政裡面 也有把英語放得很清楚 一個位階 我們積極的去做 好不好 努力看看嘛 還有兩年多的時間做得成的嘛 謝謝議員的指導 謝謝 再來要輪到莊玉朱議員發言 莊玉朱議員 莊玉朱議員 不在齁 那我們換第二輪發言的 曾順良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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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玉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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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我們下午的會議 就這樣 因為沒有人在登記發言 那所以我們現在 今天會議就到此結束 那我想今天早上 很多議員們都針對 幼兒園 幼兒教育這一趴 在跟教育局做指教 那我想幼兒園 在去年我們審預算的時候 其實就對於老師 幼兒教師 幼兒教老師的管控問題 有提出附帶決議 我想期待教育局 要把這個謹記在心 就整個的幼兒教老師的管控 我覺得市區的幼兒園 是確實不需要管控 市區的幼兒園 因為真的是 人家都要給人家 不夠 就是市區的幼兒園不缺孩子 那既然不缺孩子的話 根本不需要管控教師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能要好好的去檢討 那那個 包括還有幼兒園 跟公立幼兒園 跟私立幼兒園的比例 我覺得其實應該要5比5 應該要5比5 可不可以來想辦法 再研議跟府內研議一下 能調高增班 很多議員都在討論說市區幼兒園 我們很多的小孩都沒有辦法念公立幼兒園 那當然普遍經濟不好也是很大的原因 那我覺得1比1的比例其實還算OK 那這部分請教育局在那個 好 我們會一直要算耶 我已經在做結論了耶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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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你問請理議員 請記並提下 大教授 請記並抵查 這個就是我們不可以說 主教犯法把人扣起來 這個劳計法 這個是非常的清澈 是怎麼我們教育局 我們沒有要準手呢 之前我在議會 我有在講到後的時候 你們有做什麼樣的改革處理 就是說政府就可以 黑白來就可以違法 給局長聲音 議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因為為什麼你提出這個問題後 我們就有跟勞工局這邊 因為他們這個權利義務的部分 我很簡單我請教你 這個不定期契約嘛 你廚工就是不定期契約嘛 對不對局長 你既然不定期契約 是怎麼你輸到犯罪 是怎麼你把人靠身水起來 你是怎麼沒給人身水 給議員報告 我不是把他靠身水啦 是說他輸到犯罪 因為他沒給身體好好嘛 所以他就沒出價嘛 我跟你說齁 所以我們說最大的詞騙集團 就是政府嘛 既然是不定期契約的話 怎麼還有寒暑假 你可以不給薪的呢 對不對 你現在你們還在狡辯 你今天 我們這裡的廚工 大家也很辛苦的啊 一個月也要賺一萬塊而已 他要娶不娶女兒 你輸到犯罪 你又沒給人身水 這樣你要叫人怎麼生我 他不定期契約 在努計法來說 他就是這個持續性的 他也是有努憲法 如果說今天你定期契約 他沒有超過半年 所以他就 我們就可以說 做多久 算多久 這個局長你如果沒處理的時候 我跟你說 我今天這順的時候 我是真的 發動人家的人來 幫你抗議喔 局長你要處理嗎 議員我跟您報告 你簡單我跟我說 你要處理嗎 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也有跟 我剛才跟你報告說 我們跟 我跟你說 你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因為不定期契約 就不定期契約嘛 對不對 不然你就跟他 請三個月五個月就好 不定期契約 就是不定期契約 你在那邊狡辯 就是不定期契約 他不讓他努憲法 他是持續性的 你政府你自己 你不要去 進修這個努計法 連老人家要來 叫老闆生 進修努計法 你怎麼有這種事呢 局長很簡單 你要處理嗎 議員我跟您報告 你這樣對抵你的 身身困困 為到這些小孩 來在這樣 營養五餐 這麼重要的一個東西 你竟然這樣 你竟然這樣給別人 北施 竟然這樣給別人 起伏 你現在你又在那邊 一大堆理由 這個冠冠上尉嘛 你今天如果是 對老闆生 就有窮追猛打嘛 就要插風 要扯阿 要給別人發錢 要安裝 你如果遇到政府 你就轉彎了 這樣會有公平 這樣會有公德 這樣會有公德 你怎麼說你要處理嗎 議員我跟您報告 就是說 他是不定期契約禁用沒有錯 所以我們當初 在禁用他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講清楚 他禁用的時間 跟他的勞動條件 既然是不定期契約 你其他的那個勞動 那個契約就沒有效了 既然是不定期契約嘛 那你再跟他打什麼說 有做有錢 沒做沒錢 那個就是違反了 老計劃嘛 很簡單就這樣子嘛 因為我們這些除公 他的薪資其實是學生的午餐費 我跟你說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當局長 我發覺說 你做到局長 你就是強詞奪理 你就是狡辯 這不是 所以你這款的一個態度 我希望你能夠 我們台南市的交友辦好 不可能的事情嘛 議員這個制度 不是我來之後才改的 是本來就一直這樣 不是你來這裡改的時候 你現在你還在那邊狡辯啊 我沒有狡辯 我只是跟您說明這個事實 給局長聲音 這個部分呢 我必須這樣講 他知識體大 他牽涉到的 不是只是一個除公的問題 他還包括了 學生家長的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也需要把這個 跟學生跟家長跟學校各方面 我們都應該要做一個通盤的探討 我不是拿給家長啦 議員您今天早上不是跟我講嗎 說應該要廣征大家的意見嘛 所以呢 我也希望說這個問題也是可以用同樣方式來處理啊 我講的是事實啊 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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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是 是 是 就是说真的因为独工你韩书家 他没付出劳务啊 所以你真的说好 当然我们要希望他的生活是稳定的 所以韩书家要怎么处理 就是说你教的要求 要让学校来参照 提供劳务给这些独工来做嘛 不然他韩书家没在煮饭 他也没提供劳务 他要领薪水 因为这薪水是营养五产的钱 给这些独工的嘛 所以这不可以你说乐器 有 我那时候都有参照 所以我想学校参照应该都同样 其实我们一定要符合劳机法 最低薪资我们都有到达 现在这重点是韩书家 有的学校没给薪 小学校一定不给薪啊 根本钱不够 但是如果大学校其实有的会给半薪 他会提供一些劳务 所以我想这也让来总体的商量 感谢教授 知名师 知名师 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教師 他是依照教師法 局長你就承諾說 我們來試圖解決 看他們盡量讓廚工 在寒暑至少可以領拜訓以上 這個我們可以來好好的 整體來通盤討論 我剛才是有跟李議員回應 就是說這個我們 要找相關的人員 來討論這件事情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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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 我幫你報告一下 其實這個問題 尊重你腳亂的讓我 跟我說這個問題之後 其實我不是沒有處理 一時中間沒辦法達到你的 你的公法是目標 但是我們過程當中 我們是有在努力的 但是現在無結果 我也沒辦法幫你報告說 現在是可以怎麼做 這我也要跟你說 雖然我們是有在做 但是沒辦法 不會 其實 那是屬於那個寒假 他是不知心的 他是屬於在寒假範圍內 是 我想這不同的法規 不是在相機っか 那是有在寒假的 好 雖然不是 謝謝 就是 雖然是 雖然是 對 雖然是 你 謝謝指教 年假要給薪啊 說真的啦 寒暑假沒有提供勞務 看怎麼給薪的方式 那還另外在討論 不過年假 既然是不定期契約工 年假本來就應該給薪啊 不然要怎麼說 所以這個部分要檢討啊 確實啊 是跟 再次跟您報告 因為這次他的寒假 那個春節就包發在寒假裡面 可是年假抽出來啦 說真的 因為年假就是一年才一次的年假 那個其實相對重要 不然怎麼叫年假 怎麼會有假 假替就是說 唯有領到薪水 還可以放假 這才叫假期啊 跟議員報告 因為您剛才提到的那個部分 就成如剛才主席講的 我們會回去研究 那至於說您剛才有提到說 那個九天的那個年假部分 這個我們也會一起來 做一個這個討論 美女改進了 美女絕對的改進了 立委員 謝謝 妳說韓蘇敢 沒有 偏遠學校一毛錢都沒有 對 完全沒有 可是像永康國中就有半薪 因為他有的是 要看大學校 因為他的財源 大學校人多 營養午餐的經費多 他就有可能給寒暑假給半薪 偏遠學校根本不可能 他有的 比如說他書家 他有上輔導課 他有時候也要上下午的課程 他有時候要煮 但是說他的量沒那麼多 譬如說他可能三年級到一整天 他二年級到半天 所以他就用 阿不然就提供不同的勞務 像說去交交花啦 打打掃啦 就是提供不同的勞務 是你們台南市 你們玩台南市的台語比較好 玩比較壞的 好啦 學平了 都要經濟檢討啦 給李議員30秒讓他做個結束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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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啦齁 這個就是要減薪啦 寒暑假就不能扣薪啦 這個當然你說金會怎麼樣來 這個當然我們應該讓人家要給人嘛 你今天交由局 你騙經費就要騙經費嘛 你不能說因為這個營養午餐 他經費不夠 然後你就不要發給這個 人家的寒暑假的薪水嘛 不能這樣子嘛 這哪是一個 武器人的一個政府 這個你就是要想辦法去處理去解決啊 我希望說局長齁 你也這麼優點啦 好 呃本來要結束了 結果後來又有一些議員來了 好我們還是要繼續讓議員發言齁 呃接下來讓曾王雅雲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要請問我們的這個局長齁 不好意思 我們知道說我們的游泳池的學校齁 我們的台南市整個台南市 游泳池的學校有幾所 二十一所嘛齁 那孩子游泳課程 他的收費是怎麼 怎麼樣一個收費的方式 目前呢因為之前是監察院 他有糾正 說我們在中小學的這一塊呢 游泳教學是屬於課程的內涵的一部分 所以呢就 不可以收錢 對要求呢不可以收費 那但是呢我們是呢是有向教育部體育署呢 來申請相關的這個經費來補助 我們自己市府呢也有編列配合款的部分 現在編列多少 配合款的部分我要請那個我們體育處 處長 我們今年編兩百多萬 兩百多萬喔 那只是針對這二十幾所的 我們游泳池的學校來編列嗎 不是他是有提出游泳教學申請的學校 每一個學校 有提出申請 今年有101所學校有提出申請 那如果沒有游泳池的學校怎麼辦 因為他現在就是說之前 因為之前大概我們都是配合到 他是利用公立游泳池 還有一些鄰近的私立游泳池來做 那我們有補助他一些交通費 補助交通費還有教練費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就是三個錢 就是中央的補助款跟地方的補助款 還有家長會出一些 然後三個來湊成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現在的話就是說 因為他監察院有糾正 就是說我們不可以跟孩子收費 那所以說變作說家長這邊 沒有那個收費的話 那變作說 所以說這政府這邊負擔就比較大 可能就沒有辦法足額的去補助 其他的那個缺口 那所以孩子 只要來申請的學校 孩子都不用那個再交錢了嗎 所以說現在他們 現在這101所 大概都是利用 暑假的時間或者說 週三下午那個假期 就是非上課期間 所以就不用補助了 還是有補助 有補助 除了這21所我們公立的話 還有利用民間的游泳池 那我覺得中央是一個很矛盾的一個 我們一直在跟中央在爭取這個 他說既然是在課程裡頭 為什麼不能是在他上課的時間去上課呢 他是認為這是教學的課程 他是認為課程的一部分 那為什麼是不能在學校上課的時間 然後去做一個教學的活動 那不是很矛盾嗎 對 其實這個我們也一直在跟體育署 在極力爭取這一件 因為它牽涉到 好比說因為它現在游泳教學 是所謂15比1 就是15個孩子要一個老師 那你如果就算這個 這個游泳池應該都會有配置 但是如果說我們為了幾個 我們有游泳池的學校 是不用收錢 然後其他的游泳 沒有游泳池的學校 那他孩子的負擔就會很大 那像你們說的 是所有來申請都是可以的嘛 那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你知道偏遠的地方 他也許是下課時間 或是寒暑假 他根本就是交通上 或是經濟上根本不允許 他們另外的來做這樣一個 他們的一個課程的一個活動啊 那這樣是不是非常沒有道理 那如果教育部要這樣子來規定 我們學校必須要這樣子做的話 那是不是他的經費的補助要更多 那你們去開會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子來跟他反應呢 有 我們畢竟跟台北市的都會區 是不一樣的啊 報議員這個我們 我們局長也在那個 教育行政主管會議裡面 都有正式提案 而我們大概都有三次 前後三次都一直在跟 教育部體育署爭取 那這一次我們也有透過 那個台南市的一些立法委員 他們也說要幫我們的忙 要找那個體育署還有其他的單位 一起來協商 那他目前還是照原來的 就是補助我們那些錢而已嘛對不對 對 到目前為止 那你知不知道除了101手來申請之外 那其他的學校為什麼沒有來申請 他可能就是經費的問題 對啊 那這個游泳活動對孩子來講 是重要還是不重要 這個我們也是有考慮到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有評估說 如果這些經費是全額就是 教育署那邊 體育署那邊不夠 如果它是屬於我們 教育體制的一個課程 那就當然是孩子不用來付錢啊 所有的交通學費 包括教練的聘請 這個都是我們教育體制的事情啊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中央做不到 那要看看我們台南市 我們教育局是不是 對這個課程覺得是重要的 如果是重要的 那我們是不是不能只有 我們學校全部有多少學校 我抱怨其實這個我們當初都有評估過 為什麼只有101手 他會來申請 因為他有 他這些都是比較都會區的學校啊 對不對 沒有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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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是依照校長 他對這個課程的觀念 他覺得要上 對孩子是比較重要的學校就來申請 還是是因為家長的反應 或是孩子的需求 來申請的 其實現在 以我們辦的游泳教學 從大概92年開始辦到現在 不管台南縣市 那時候還沒有合併以前 以現在來講 慢慢很多家長都已經接受 這一個很好的一個課程 那其實我們在監察院 當初提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有研議過 那如果是中央補助款不夠的話 我們編列試預算 如果是一個課程 但是那個經費太大 我希望是每一個學校 每一個孩子 不分 是不是 是否是學校主動來申請 他都是有這個權利 權利來上這個課程 是不是這樣子 是 報醫院 那其實也是我們的目標 目標你們要做啊 怎麼只有是101手呢 已經實施這麼久了 然後一直中央的命令 你知道 後來很多孩子就不能學了 學校覺得很麻煩 學校覺得很麻煩 他就不再去做這個課程的計劃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其實是有一點可惜的 那我們什麼時候 可以來全面的實施游泳課程這件事情 我們可能 然後所有的 這一些都是由我們教育局來歡樂 說要去那一間我們鄰近 學校鄰近的游泳池 比較好的 對孩子是比較好的一個游泳池 讓他都可以來接受這樣的課程的一個訓練 我覺得這是我們教育局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孩子提議的這個課程已經很少了 尤其游泳也是有關於到他們以後 很多遊樂區或是像孩子出國的比例都很高 對不對 所以水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希望說我們的 我提出我們的教育局可以把這件事情 那為我們很重要的一個課程 一個議題 然後很快的可以來實施 我們每個孩子在國小 三年級或是四年級或是他畢業完之後 他都是可以有基本的有遠能力 你這樣可以做得到嗎 你們依據什麼開始 那個謝議員 我們會研議一下 就是如果整體的話來執行 就是昨天也有議員有提到 可以是仿造一些其他的縣市 就是我們集中在某一個年段裡面 你們不用去仿造一些學校縣市 因為我都跟你們講了 如果要比的話你們真的會很慘 我們可以擠立很多事情 我們是比不上人家的 但是我們要去想一套 我們不是要跟誰比 而是我們要用什麼的方式 是對孩子最好的啊 好 好不好 因為這個課程是很重要的 那我可以請我們的局長 也來回應一下 我們這個課程 我們到底教育局 請處長你先坐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 在你的這個職權 是不是可以真的把它編列出 對孩子每一個都可以學習的一個課程 是跟議員報告 這個議題其實我們非常關切 監察院做這樣子的一個 對教育部 對我們各縣市在游泳教學上做這樣的一個糾正 其實這個也跟我們以往的經驗是不相符的 因為畢竟游泳教學它不是單純的在教室裡面 它就可以做到相關的設施設備跟這個經費 其實需求是比較大的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成為剛才我們出廊講的 我們會積極的來演繹 那我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呢 也同時的重點就是在我們水域安全的這一塊 讓我們學生在游泳教學這一塊可以 那請局長在這一次編列預算也把這些預算編列進去可以嗎 好 我們接下來請蔡淑惠議員第二次發言 謝謝主席 那個局長 我們小朋友的那個游泳課會停辦 是因為不能再跟家長收費 那我們教育局也沒有辦法支應這樣的一個教育費用 所以以前我們參加畢業典禮 都有很多小朋友所謂的獲得什麼小勇士獎 現在這個已經不流行 不實施了 跟議員報告 因為像這個小勇士獎呢 可能是各校不同的這個獎項 我們 不是啊 以前國小畢業有一個小勇士獎 是因為學生可以 比如說漂浮25公尺 或是在水中行走25公尺 他們有一定的規定嘛 小勇士獎嘛 對嘛 現在是因為我們被糾正了 我們不能跟家長收費 所以我們可能台南市教育局 我們台南市的學生 這個游泳課就不一定要上 所以就沒有所謂的小勇士獎 以前好像非常的矯正 沒有小勇士獎 那個畢業好像還有一點問題 所以這個東西是因為經費的關係 是這樣嗎 因為收費的這個機制的改變 那我問你 我比較簡單問你 你覺得國小的小朋友 有沒有必要學游泳課 這個我們是認為說都是需要的 有需要 那你就要去想辦法克服啊 如果這個對我們的教育發展 是有必要性的 那經費的問題就我們公部門 市政府 我們賴清德市長 我們局長你們要去想辦法 不能因業費 也不能因為被糾正 不能跟家長收錢 所以這個教育就停下來嘛 局長我再請教你 你知不支持體罰 體罰喔 體罰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應該 就是說現在的環境 不要講這個社會 我問你嘛 你身為教育局長 你知不支持體罰嘛 不應該用體罰的方式來處理 你不支持體罰就對了 你從小有沒有在學校 因為課業或是什麼樣的規矩不好 被體罰過 我覺得大都多多少少都會有啦 所以啊 如果是適當的體罰 你現在是身為一個台南市的教育局長 我不知道台南市的老師是不是因為 怕體罰被家長投訴 或是怕體罰家長投訴之後 我們教育局懲處我們的老師 所以老師都不敢對小朋友 比較大聲的甚至體罰 如果我今天身為一個家長 我支持體罰 我可不可以寫切結書給我們的小朋友的老師說 我的小孩如果在學校不乖 你可以罰他 可不可以 我要對老師有所保障啊 我希望他能夠放下出校子 讓我的小孩子很乖 能夠在學習的課程中 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啊 當然 我有貪政王雅雲說過這問題 他支持愛的教育 我支持體罰 那我現在問你教育局啊 你身為一個教育局長 你到底知不支持體罰 自當的體罰你自不支持嘛 跟議員報告 因為現在相關的規定裡面 就是不可以用體罰的方式啊 連合一個就不行就對了 這是法令的規定 連合一個就不行就對了 但其實有時候呢 比方說每個人接受程度不一樣 像比如說今天我們關懷學生 或學生上課睡覺 我拍他一下 有些學生覺得是在叫醒我 有些人就認為說你想要給他打 對 所以這個程度上的不同 那我們對老師怎麼樣的 有一個保障 我老師要哪有一個準則 我到底怎樣是體罰 怎麼樣是愛的教育 我拍他一下請他起來 不要再睡覺了 那算不算體罰 如果家長回去覺得 欸 我的小孩 他給你打一個頭殼 後來叫你起床 頭殼在傻 這樣你叫做體罰 老師不怪大家都要退休啊 跟議員報告 就是如果有這樣子的事件的時候 我們會組成 就是校內他會組成調查小組 來了解說這是不是事實 其實我們也會 就是說他不是事實 我們當然要 因為老師的目的是要把孩子教好 局長 我跟你講因為我們媒體 現在非常的盛行 很多家長會因為一個小事情 然後把它炒作到非常的大 是啊 我們的執政者 都會有一種媒體的壓力 對一個圍基層 這樣起來的老師 他只是希望這個小孩好 沒有黑黑 找不到什麼 小孩回他的轉數可能不一樣 造成那個老師他要就怕啊 他每天都不敢處理 我跟你說啦 你的年代 我們這個年代 我們都叫老師講過去 我們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整個過程 我個人覺得整個成長過程 我並沒有因為這樣而偏差啊 沒有因為這樣而偏差 所以我是希望公局長 如果說我們台南市的教育 如果說有一些老師 是因為他不是惡意的 體罰學生 而是善意的 如果因為這樣被家長有意 無意的這樣子炒作 我覺得你們要站在很客觀的立場 保護我們的老師 是 好 再給一分鐘 一個老師 為一個特製作的老師 沒有那麼簡單 他整個的教育是非常完整的 如果因為一個不小心 或是他不是惡意的 是善意的一個教導 讓學生回去轉數給家長 然後變成一個惡意的循環 我覺得對這個老師是不公平 那你身為一個教育者 你也曾經是校長 我覺得 對於我們老師的保護 你們還是要做好 應該要客觀性 而不是一位被家長這樣子的炒作之後 你們就一生一個老師 我覺得這對國家是很大的順心 那我個人是支持 適當的體罰是應該的 讓小孩子知道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或是你好好說他也聽到 但是現在的孩子 熟悉說真的啦 不是很好教 我知道的孩子三年到一年 我都覺得 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那個老師太偉大了 我每天只面對這兩個小 我就要抓狂 他們每天面對二十幾個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體諒老師 他們的教育的辛苦 所以應該給他們適時的一些 好我們再來請洪玉峰議員發言 謝謝 謝謝 那個局長 我要請教一下 事實說這次對我們很多東西來說 就是說 幼稚園的名字 公家的 那很多 又是優先的保障的名額佔掉了 那因為我們本來是比較支持說 欸如果說 那個國小他有附設幼稚園 那這個國小招生又比較困難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 憲哥大志在這間校國小招生 應該他的小招生要來投幼稚園 應該能夠在優先的一個名單裡面 但是我們現在的機制 它是沒有學區制的 所以就是大小人 大家看區的都可以來報名 但是 他這名字很少的幼稚園的名字 讓其他地方的人來檢查之後 但是這個小朋友 他還不能在這裡讀稚園啊 這個稚園 小招生又非常困難 這樣 屬實說 對班學精靈這個學校來說 也沒什麼說話 所以我們也盼望說 比較人性化的一個規劃 因為 我們知道說 在教育局的部分 你們都很擔心說 如果我們幼教公立的 那麼再增加他的班級數的話 可能也會影響到施力他們的 存繪問題啦 也公平性的問題 但是真的 在市場 公立的輸給是真的有夠大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是不是教育局這邊 能夠做一些 比較彈性的一些調整 那另外還要請教 就是說 說我們現在幼教的老師的教材 他是統一的還是要老師自己去編的 對 在那個幼兒園的教材這個部分 原則上都是自編 都是自編的 對對對 那你覺得 因為他沒有統一的課綱啊 對 好那你覺得啦 那個 屬實說 他那些老師要顧這些劍子小孩的孩子 已經真的是費勁精神啦 對啦 你還要叫他編這個教材 你認為說 這種教材 會編這個方式 交給這個政念交給老師 你覺得這個政策 是好的還是沒有很理想 各位完博哥 因為其實他們在幼教老師 他的養成過程裡面 就有這方面的課程 那因為這個也是比較彈性的去處理 因為每一個 比方說我們幼兒園 也有一些是所謂混零教學的部分嘛 所以他根據他學生的狀況 來這個編教材 那我們也鼓勵說老師其實 像我們現在有很多 這個系統 他其實裡面有很多教材 是可以有分享 這樣來取得的 或是說大家幼教老師裡面 互相的交流 那你有沒有實際上去給他了解 其實有很多人自己在說 就是他有時候拿來的教材 因為他就已經回來了 已經疲了要死了 要怎麼有時間還要準備教材 那他又不能去買現成的東西 拿來教 那他可能 他不知道去哪裡有的家 那他用一個這樣來應 那對我們的孩子的那個 這個基礎教育來講 不是很理想的 所以 也有很多人的感覺說 你是怎麼看一定要堅持 也許到底是我們台南市的版本 還是教育部的版本 一定要這個老師他自己去自編教材 是誰的版本 教育部的嗎 還是我們自己的 其實自編教材的話 就沒有所謂的教育部的版本 沒有沒有我是說這個規定是誰規定的 這是整體教育部規定的 教育部規定的 就是要求那個老師要自編教材 是是是 因為每個縣市都是嗎 對 你們有沒有那個跟各縣市開會的時候自己去分享說 這樣子的一個政策到底是好的還是不夠理想的 是不是應該做一個調整 好 謝謝議員的建議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再來跟相關的這個單位 再來做一個研討 如果說今天 可能有時候我們為了某些素質上面的其一 或是說老師在教學上面的一個便利性 那就像我們國中小高中子一樣 他就有所謂的這個審定本的教材 對 那是不是說可以全國有幾個版本 讓老師也有所選擇 但是不用把這個質疑總共交給老師 算是說他要過這麼小 已經過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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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過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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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所以你說要用心去變這個教材 在實務上真的有困難 那另外我還要請教就是說 我們今年開始有四所學校是十院小學 包括虎山國小 那他是要改成學期式 改成四學期字 春夏秋冬 是 但是 包括主席在來 他也有在說到說 你在那個輸出的部分 那群眾也不是很適當 就是說 有位老師 他過期的養成教育 他是 那個股責 所以他希望在那個股責 他會帶著去教孩子 所以他想要離開那個學校 不過你現在 除了兩年有一個優先官以外 其他好像比較特別的 那有些人就是他比較 不適合那個實驗性的 有些人他比較喜歡這個實驗性的一個教學教法 那我不知道說 既然我們已經有準備要做這樣子的一個實驗性的小學 那包括 包括口碑國小 他就變成一個希拉雅的學校 那為什麼我們市區裡面沒有選擇一個比較恰當的學校 譬如說我們的余光國小 為什麼市政府不敢做這樣子的一個改變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在實驗學校推動的這一塊 他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說 他的學校總人數需要在480人以下 那這些學校都沒有超過100人 只是因為市長的證件說 100人的學校 100人以下的學校不在他的手上會笑 所以很免許維持啊 那整個學校的行政資源 占掉我們很多教育資源啊 是那因為剛才議員您指教的是那個余光分校部分 那因為他是屬於義載國小的這個範疇 對啊你為什麼 那個余光分校不能 我經常說幾次說是怎麼我們公家不可以 不用擔心加家長的負擔 就讓家長都完全放心 把這個建議交給我們的政府 我們用車對余光改載來議載 那就不用三分鐘的工作啊 不用三分鐘啊不會超過三分鐘啊 整個交通費用啊 甚至於他的學雜費 或者是說他的午餐費 都是我們公家來負擔 然後我們把那個余光分校 改成一個特色的校區 比如說英語實驗區或者是哪一類的生態的 這樣子的一個學校的分校 讓我們所有台南市的市區的學校 都有機會去接觸這個學校 他所擁有的這種生態資源 譬如說今天我得到國小也好 我協進國小也好啊 我還是得到一間國小 我可以安排我的孩子 來這個余光 在那看是要上五日還是上三日 在那大 然後讓那個小孩子真的親近大自然 因為我覺得市政府 你們在現在的調整的一個思維裡面 似乎準備把余光分校 是交給民間的一個社教育團體 那如果你要把余光分校 這個離市區這麼近的一個地方 交給民間的教育團體的話 你應該鼓勵民間教育團體 他就整個去山區 山區的比較適合當成森林小學的那些學校 他們應該進到那邊去 然後把余光分校 他是跟市區最接近的一個學校 讓我們市區所有的孩子們 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利用余光分校 這樣子的一個天然的資源 讓我們孩子們 有機會去親近大自然 不管他那個所在 有那個 那種海邊的感覺也好 還是說有那個大自然的感覺 那是一個很適當的 可以讓孩子在那裡享受 享受一個禮拜的這個 動作校外教學一樣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適合的點 那我們也不需要增加家長的負擔 我們整個公家 來cover那些家長的費用 讓孩子們每天的接送都交給公家 家長不要再費力了 他在那裡回到義載國小特色 我跟他說沒有超過三分鐘 為什麼我們不敢做這種大大的嘗試 跟議員報告啦 就是說那個余光分校的這個部分 他其實這兩年的招生他其實都有在增加的 那另外就是你說 增加兩個三的這樣就合作增加 而且有一些這個家長 可能他們也覺得那個地方真的非常適合 那您剛才提到說 那個有民間的教育團體 或什麼的來做這個 要做在這塊土地上做使用 這個部分我剛才了解一下 好像沒有聽到有這樣的狀況 有啦也有也有不支持的聲音啦 賣個火刃啦 但是但是我們不是反對他 他能夠進到我們的教育體系 來協助我們喔 我是建議說 把民間的這個主權 放在那比較山區的地方 比較山區的學校 因為他比較接近心臨 所以那個感覺會比較 好再給一分鐘 什麼 不過第二次留委員有事啊 喔 抱歉 抱歉 好 這樣不然我們請留委員議員 他是教育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第二輪發言十分鐘 鳳姐啊 抱歉啊 好 感謝朱憲齁 那個局長 我是剛好想要請問你 那個實驗教育的問題 今天你剛好有這個 曾經的業務報告有特別說到 我們今年都有試鏡實驗教育 我想要問你喔 這個實驗教育現在是四所學校嘛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新增的可能 新增的標準是怎樣 你應該有什麼幾層 因為按照這個法令上的規定 就是說我們辦理實驗教育的 這個學校數呢 是不可以超過整體學校數的5% 所以它是有這樣的一個規範的 沒有啦 百分之五 現在比較四間而已 對 你百分之五就要更重 所以我問你說你未來 你應該有什麼新增的計畫 還是說你可能就是這四所 先實驗一個一年 或是說兩年之後 才有新的計畫要啟動 原則上 那因為我們就誠如我昨天 跟議員們報告就說 這些學校它是主動申請的 所以我們也是看學校它自己本身 對實驗教育有沒有這樣的這個理想 或者是想要再進一步的來做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也有在努力說 是不是在國小這個階段裡面 已經有四所學校了嗎 那在國中這個階段有沒有可能 也有學校提出申請這樣 所以我想局長 其實我也是要跟你建議 其實說這四所實驗教育學校 其實大部分還是偏向 比較過去的台南縣 比較非原本的台南市市區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想局長我也有跟你建議過 想說剛才像我南區的農工國小 農工國小很適合 我想這市區的學校 我想沒有一間學校是直接窩開的 而且它還是直接可以緊鄰在海邊 所以在配合我們教育局的 比方說海洋教育 其實這個未來是很有機會 當一個所謂的一個實驗教育的一個特色學校 而且在跟局長報告 我們農工國小雖然是未達百人的小校 但是它大概有七十八名學生 或是七十幾名學生 有超過一半的學生會拉小提琴 而且我們地方剛好也有少見的小提琴工廠 所以是不是未來我們這個局長可以參加我們農工國小 或是說我也有跟校長溝通過 校長基本上他也有初步的意願 是不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是非常好 謝謝議員 可以協助 那我想我們市區也可以多了一所實驗教育 不過我想這個既然是所謂的實驗教育 它其實某個程度上 會有一些所謂的突破性的一個想法 所以其實我相信有很多 當然你要這個開辦一個新的政策 它難免還是有一些規定 所以但是這個規定裡面 也要有一點彈性 包括我們在推動實驗教育的時候 比方說私資的一個來源 所以經過你們新的制度 是不是說它有只能保留一半的老師 可以留在學校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說如果他對於學校推動實驗教育 老師認為他沒有要參與的意願的話 那第一年可以有二分之一的老師 就是申請做戒聘 而且他戒聘的順序是在前面的 二分之一的老師 那你有沒有留下來 那二分之一的老師 也有可能他也沒有興趣的話 怎麼辦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這個我們都有去做一個了解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計畫要提出來 是要經過校內的校務會議 來討論通過的 所以相信老師他的意象上 是大部分老師是認同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也實際上去對於 像這四所學校去做一個了解 那的確也是有老師要借聘 但是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學校 有超過二分之一這樣的人數 目前都沒有超過二十分之一 對對對 所以這個問題 現在還沒有參選就對了 是 因為我們在那個借聘 解聘小組會議裡面 其實也跟各個團體 還有這個學校有做過充分的溝通 所以我們才會定二分之一 第一年以二分之一 這樣的一個條件門檻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要特別 拜託教授主委 因為既然他是一個實驗教育 那也不一定所有的老師 他都有興趣在實驗教育的新的教法上面 所以當然目前來看還沒有產生這樣的問題 如果這個部分要特別拜託局長 是不是在做觀察 是 那另外我想在舊教局長 其實我想接續昨天我們剛好有討論到一些 超額教室的問題 我今天沒有向你請教私之筆 像這個局長已經有回答非常清楚 但另外我想向局長請教 阿尊做一間學校裡面 阿尊做他有超額老師 誰去決定這些老師 哪些老師應該要被超額 議員這個問題 非常謝謝你 因為其實之前您也有跟我 想要了解這個問題 去年同一個大概這個時間點 因為我們所有超額的 就是超額的辦法其實是校內 因為每個學校的師資結構不太一樣 所以他是由校內討論出來 然後經過校務會議通過之後 讓所有的老師都知道這個遊戲規則 所以我想這個 當然實際上有可能 當然是按照教課 比方說國文英文數學 這是一個比較粗略的 另外我知道有些學校 是按照積分 他有一定的標準 讓這些老師有做一個積分的排序 當然分數比較低 他就有可能超額出去 我想他制度上公平 我覺得這個都合理 不過我想提醒局長 應該不知道是哪一科應該要負責 是不是也可以去通盤的了解 這個每一個學校 對於超額教師的積分的一個排序 想說我之前應該也有把校內討論過 有些學校是以這個 他可能的年資 年資作為計算 但是這個年資裡面 這個剛好比方說有女性教師 那他可能請育嬰假 或是說他可能請產假 當然他這個部分 就影響到他積分 他因為他可能請育嬰假兩年 所以他這兩年裡面等於沒有積分 可是相反的 如果是真的有發生這種情形 其實我要提醒你 這是違反了兩性工作平等法 因為女性不應該因為她請育嬰假 或是因為她生產 而影響到她的升遷 那我想她如果是影響到她的這個 工作的權益因為她 因為去請育嬰假 必須要她的分數比較低 因為她的分數比較低 她就變成要必須要給人超額的話 那這樣子我必須要提醒你 這樣子有可能會影響到 兩性工作平等法 拜託局長 應該要特別去提醒大家學校 各國中小 是不是就這個部分 應該要特別的注意 好這個部分我們會再來了解 謝謝議員 我想這個要特別拜託局長 因為其實局長教育局也是 身為這個兩性平等的機關之一 推動兩性平等的機關之一 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拜託局長 特別沾對這個部分 既然台灣已經進入了這個兩性的社會 所以應該更講求兩性的一個平等 所以這個部分 那再拜託局長 是不是專責請哪一位科長 好好的去研究這個部分 以保障這個女性的教師 她特別是在生產的時候 或請育嬰架的時候 不應該因為生產或育嬰架去影響到 不管她是升遷 或者她應該是被超額 進而影響到她本身的工作權 這比較特別拜託局長 這個我會再深入去了解一下 好 謝謝局長 謝謝 好 我們再來請洪玉鳳議員 第二輪發言 謝謝 局長 我要請教一下 那個市區的小學 那個如果以學生所來算 是 那個人口所想這就是 都一間學生所 市區的小學喔 對 就是原台南市的 原台南市的嗎 這我可能要查一下 譬如說剛剛呂議員講的龍崗國小 他是講說大概有七八十個 那我剛剛講的余光到底有多少 余光有三十幾個學生 余光有三十幾個 那還有比這個更少的嗎 市區裡面的 原台南市的 市區應該沒有了 應該沒有 我想如果啦 有機會變成實驗小學的話 那我想這兩個小 這兩個學校我們都樂觀齊成 那龍崗想介 還有他們底 地方的廟在在盜吉池 我們也知道他們地方的廟 也都提供給孩子比較 比較南島的那種土地公平 那樣一樣 都就是說孩子來 好好讀書 像都大廟 在開了 都不用學雜會 都大廟 的費用 他來用的 但是 也是對他的招生來說 並沒有刺激很多 並沒有刺激很多 有可能跟家長 他的這個工作的環境也有關係 就是家長你都 你雖然是那個當地的人 但是他都在市區上班 所以就併作說 大廟要把你抬抬這些費用 但是他也沒辦法給孩子點那些上課 那餘光 我一直講說 餘光他是有很好的條件 因為他距離義載國小 真的很近 我們這個橋做好之後 根本就沒辦法說 像以前說 肥工的孩子要來義載特色 要生一人很大人 現在不必啊 所以我感覺說 我們既然有實驗小學的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應該 成就 我們市區裡面 也有一間 至少一間的 實驗小學 那我希望從 這個 學生人數 比較少的 餘光分校去做起 因為他真正是離義載國小 很近很近 而且我覺得他有這樣子的一個先天的 條件 讓這個 那這個 那個義載 餘光分校呢 變成 台南市所有的這些小學的孩子們 有機會 去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去接觸大自然 你覺得呢 謝謝議員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曾經 那個思考過 因為他的確那個位置 還有他周遭的 環境 很不錯 那像我們 餘光分校也有一個我們同軍教育的這個 場地在那邊 那最近我也跟這個同軍會呢 有做過一些溝通 就是說我們更希望來充分運用 那一塊 場地 讓我們學生可以做探索學習的這個部分 所以議員您的建議我們會 來這個 深入的來思考跟評估 對那你評估看看 先決條件就是不要增加家長的任何負擔 就是說 家長接送孩子啦 還是說 孩子在 在回來義載本校在特色 這些費用 都全部工家來負擔 我想這樣 地方的支持的議員會比較強 不然你屬實說 在一間學校有20幾個孩子 那麼你在那個環境裡面 你雖然是跨年齡的跨級的來學習 但是對於孩子 未來 在人家關係經營 這塊呢 他會比較弱一些啦 那如果他回到本校區來 來上學的話 那不會增加家長的負擔 但是對於孩子 你在他訓練 他跟那個人際關係的這樣子的一個培育的過程裡面 我相信 能夠有加分的 這個功能 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會叫你紀念 已經有這個實驗小學的這個想法跟做法啦 你不應該 只要經 那個圓 比較少的學校 你應該 也讓這樣子 有先 先天上有一個 好條件的 餘光分校 也能夠 擠到這個 實驗小學的 這樣子的一個行列裡面啦 讓我們市區的孩子 我們哪有機會 可以接觸一個 不同的學習空間啊 因為我們知道說我們市區的孩子們 他們有時候 學校開辦 英語實驗營 一個禮拜 但是學校要大費周章 還要花很多很多的經費跟精力去聘請老師 去整理那個環境 才有辦法 營造一個 這個 像暑期 暑期營的這樣英語營的一個學習環境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把 這個餘光分校 把它營造成為這樣子的一個 長期的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學習環境的話 你不限定哪一個學校 可以來使用 只要提出申請 你們把那個規範做出來 我想對於台南市區的 原來市區的 學校的孩子們來講 這是一個 很好很好的福利啊 好 我們再來請你問政議員 主席那個 學生 這個局長 早前我有說到這個 武器的重要 我簡單請教你 例如說 我們台南市 這個 麻豆 麻豆的 地名 這個 他的意思是什麼樣子 你知道嗎 麻豆喔 我沒有去研究 你沒有去研究 我剛剛知道麻豆的 麻粿很有名 所以 我們當然也是很有名 比法連的 因為這是一個 很減少的問題 因為這次的地檔 我地檔政府就在檢討 說我們土壤 異化 大家 大家就在那 一大堆這個 佛格 在那裡檢討 你檢討 這個土壤 異化 處理到一大堆 這樣 這個台灣會 這個是不在說 異化 你異化的意思就是有議題 如果台灣會 說海平 天平 這個地名 或是南地 南土 暖土 暖土 表示這個地方 是慢慢地累積 慢慢地累積 或是它這個地勢比較低 這些土 都會流來積在那個地方 這就是 這個地名 有 和它 一個 環境有 很大的 這個關係 我們常在說 像這個 阿里山的 大堆 很有名 這個大堆 它的意思就是 是說美到 讓你不去這 煩惱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說 就是說 這個武器 對我們的 這款 要緊 因為我們這裡 地理的名書 就在跟我們說 這個地方 是一個 很漂亮的地方 一個 生態 自然 補合的地方 不適合人 大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理的名書 它就 相當的清澈 跟我們 描述了 我們的祖先就是 用這款的 一個 地理的環境 在購這個地名 這個麻豆 就是說 蜜酒 就是說 靈魂 雞湯 這樣 麻豆這個地方 這樣有重要嗎 現在 我們的原住民 在說蜜酒 也是說蜜丁 東南亞的國家 南東武學 族群的國家 他在說蜜酒 也是說蜜丁 你如果 你看 我們有很多 土口 的這種地名 土口是什麼樣的意思 就是 鐵馬頭的意思 冬魯鐵馬的意思 所以 芬林也有土口 我們台南也有土口 有更大的 更老烈的 也有更沒有老烈的 像我們台南市的 竹竿 十竿 這就是 南東武學 的這種 白寶族的 一個 地名 叫做 漁川漁港的意思 靠近海邊的意思 海邊的意思 所以 這個 我們的 地利的名字 地名就跟我們說了 這是一個 什麼樣的 這個地方 但是 這個通地 才來到台灣 之後 銷售我們的文房 跟我們這些 記憶的時候 整個都切斷了 我們要怎麼知道 這個地方是 貴陷的 是說 適合人大 不適合人大 因為我們 整個 這款的 一個 文化的境 都去 消滅了 所以我們 幾乎是 住在一個 貴陷的 這款的 所在 所以你要看 政府 開發那些 這些所在 結果都在 這什麼土壤 依化區 都是政府 去 土地 業界 去開發的 叫我們去 住在土壤 依化區 現在他才來 跟我們說 這個土壤 依化區 不會住 所以這實在是 很大的 這個風氣 所以我希望 說局長 因為 他們 真的可以說 對我們的 這樣的 環境 歷史文化 自然生態 都可以讓我們的 孩子 在我們的教育 裡面 可以 讓我們的孩子 讓我們的一代 來知道 你知道嗎 還在 這個 那個 像說 這個 社群的運動 社群 我們台灣 在 歐林 區 可以拿到 獎牌 這個運動的 貪物 沒有幾個 沒有幾個 台軍 島 幫 球 這個基添 可能來就是 社群 结果我们台南市没办法的社税庁 这个在体育庚的社税庁有它贴调了 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一个借人 很适合我们台湾人来发展的一个可以靠基卡 你看像原住民他们社税的文化 打烂的这个文化 我们去原住民的部落 他就会叫我们提检这个社税 经年的时候我们台南市没办法的社税庁 这是合订的方式 局长 这部份我请我们吴处长给你回答一下好吗 我跟你说啦 免回答啦 因为那个说到没话说了 这个我是要表示说 这个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一个事情 还有这个学校 因为我们现在像说政府在 这个交通啊 这个严格在一块 你严格在一块 你严格在一块你要有配套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学校 可能当时拜六十日 礼拜十日 你要有学校组组成 我就可以多少来提供这个地方 来夹做一个庭车 然后我可以多少收我庭车肥 創作三个 我学校我也可以有担保的经肥收入 我也可以来称一个经肥 本会的这个当年 很多人在跟你说啊 学校没有这个欠这个 工友的这个经肥 欠经肥的这个经肥 所以你应该就要受管 只要你的学校 学校主题嘛 你如果任何有需要 没有影响到这个学生 学校的这种的一个修容 这个你就可以 你就自己去决定就好了 是 因为我跟您报告一下 你现在在说的这个 开放停车 这个部分 我们是在研究的 我跟你说 所以局长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要报告 就说像我们岩边区 他就有学校很适合的 可以开放 尤其是教这个时候 让孩子来停车 这个我们社交科一边 已经处理好了 那个研究啦 研究一世了 又在研究 我们已经有结论了 好了 结论就好了 你看到现在 四五年啊 三四年啊 对不对 所以 这种的这个效率 我怪说台湾的竞争力越来越没有 啊 又在像说 我们的这个 幽队 这个幽队 你像今天我就接到 这个幽队的丁情 像说这个 楼减 你今天 你来给人家楼减 还是说 你来给人家贫贱 大家在那里 经营不下去了 你又来在那里 跟人家找 结果 我们的这个政府 如果我们规定说 哦 你这个就可以收多少钱而已 你 你给人家 那个 那个 那个规定说 你 你要怎么收费 应该这个 它是透过的指定的 一个自由的基礎 你要给人家劳减 人家 如果稍微敲息 你又要给人家发质 你万年要给人家贫贱 万年要叫人家做当做筛 议员 那个劳减的部分 是劳动局 他们在执行 我跟你说 你不能说他们在执行 因为怎么 因为你现在 这个都会增加我们营运的成本 所以今天 现在大家 经期败 市期败 大家我要去特公立的 我很多议委 当然说的 今天我们接到很多 这些家庭 你可以去 公立的幽地区 让我们的孩子 可以在那里探 你今天应该 你就要来 协助这些 苏联的幽地区 可以让他们 更好经营 可以降下这个身份 或是说 政府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 補助 更多的家庭 不用说 让大家 在那里 为了这些事情 大家在那里 三千 那不是这样 我们政府 台南市政府 哇 你很重 美意 结果的时候 人们在这个幽地区 里面 有这种的市场 结果你有 跟他们说 在这个幽地区 的阶段 没适合来教这个美意 这是不是很矛盾啊 这个孩子是姓我 骆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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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他这种环境 他都可以来 好 我们请蔡玉会议员发言 市长 我还有高的地方 要跟你探讨 啦 我第一个请教市长 你知道我说的议题 你跟普通都知道 我们现在 最关心的 要有体育应用最大的 就是自己的体育会 就是各单项委員会 以台南县市合并的中間 我们 我们所谓的台南县 做一个单项委員会 因为那时候的台南县 特贵理事长 蔡理事长 他们做委员 条件的过程中 我们所谓的台南县 简单说 单项委員会 全部差不多 都并入我们所谓的台南县 我们 中政务也好 市政务也好 对这个主委的分配 就是 尖对 单项委員会 在保障 跟人说 合并了 原始的台南县 各项 运动 可以彻底被 原始的台南县 变掉 建议 都没有报告 你有认同吗 这点你有感觉吗 对 议员因为我来 我来接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是现在这样的状况 我知道 做一个教育局長 其实说我 实在很厉害 厉害是厉害 你 一项我请教 你有吃什么 他都说不一声 我常常跟你说 我回到一声 他早来说不一声 因为呢 您讲太用力了 然后我们要呢 因为我们教书 所以我们要用丹田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用丹田的力量 我早常叫你说 对对对 然后呢 你都没有吃什么 中药 洗衣 完全没有 因为我以前一天 我修理有够多 我以前一天 我以前一天 最没人在课 我早常说 不要说太大声 但是你现在这样的音量 可能还是大了一些 这样吼 我早前我没回去跟你说 你叫人小姐 你说大小声 我好感谢您夫人 谢谢 我没说 你到时候说我5点 我真正不好 真的吼 那您今天心情有好一些吗 我心情好 我不要再说我5点半 我早就回去了 我本来答应 5点半要回去了 可是您刚刚一直跟大家说啊 您今天下午不会再出现 我就想说 民进党议员 部长派议员 国民党议员 应该不太认真碰到 我提案两支 结果比以前盛况空前 你看您现在又太大声了 是的 是的 这人你知道我意思 丹相委员会 台南关的都没说 都没 都淡淡淡淡淡 要怎么有力推展 运动 跟您说 一边有一边都没 我感觉你有计刑 有计刑 有计刑就是 原宿的苏紧切 署长 他发觉这个问题 他想要密报 原宿 原宿在台南 在大声音 去附近的 瓜丹相委员会 可是您买也不认账 我不会说 你知道 你要回去了解 了解做资料 给我 看 到底整个单位去并告台湾市集 我知道 您特殊在分配厨员就是 要把中央投资 特殊全保 都给您特殊资助 您特殊没有赏 他们偷了您特殊赴去 偷去中央 这段 9年底去找我 我告诉你很清楚 我给你拜托 可是到了 事与厌尾 你知道 您负责去找我 我有跟你说这个原因 我撒除了好看 说 您说得很好 到未来 做得不好 第一点 你知道 这应该没什么争议 这没什么争议 我跟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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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没有对您不好 我都给你 你来这里都公公的 回去都不算 到未来做也不做 我没有跟您 我已经有给您报告过 我如果有答应您的 我都会做到 我不要再说 隔楼区 不要在那里说 咱九十二十 等一下 您现在身份可能又太大了 这样 我插摩 我这个粗鑼人 我说这小事 我都没关系 我刚才说 你应该知道 我刚才说你应该知道 清楚 你把我整理一下 现在各丹江委員会 九十行 丸所有台南关 几行变到台南市去 主委怎么分配 如何是怎么 第二 在各区丹江委員会分配 丸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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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丸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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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就是怕他起我開學穿起來 要你們兩個來就好 我請你吃飯 你跟這已經是我們新的 因為新娘可能比較爭腳 最近要去出頭 人那個你用車要來載車 都新娘是邊緣DC要多三百塊 新娘已經落到是邊緣DC 你用車要來載人 人要來接多三百塊 沒有吧 我就證明提供你這個人 這叫你無關的我 要裝這順才來講給錢 對我聽 新娘可能到這個程度 以前王機長在做的時候 你怎麼現在先洩漏題目啊 以前王機長在做的時候 我不是在把他撈開 所以你們在說 要分座 要怎麼分啊 這就差不多兩萬塊要吞 好 你怎麼知道台南市 我們的球勢政賽 幾年沒有辦你怎麼知道 台南市的球勢政賽喔 我們每年在辦 我們過去在辦的運動 是哪一種球啊 市運的都有一個球勢政賽 球勢中等誰叫運動會 你怎麼知道幾年沒有辦 你是說我們辦全中運 市運啦 我們自己辦的啦 有哪一種球 什麼球 有什麼球 都會各單這樣可以去辦啦 你怎麼知道做幾年沒有辦 我是知道說 我們每年都有辦 那個...我們市運啦 市運 市運 整個幾年沒有辦 整個幾年沒有辦喔 這可能要問我們的 市運聖會 市民 each 市運 市運 還不合併以前 我們每天都辦一個籌勢政賽 現在這樣啦 你知道意思嗎 你叫這些球員 一年一次的機會互相 選這個機會就沒有了 你想要怎麼你跟我說 不然你就單向圓圍辦 辦辦的個市都沒有辦到 他就去這樣 人人的都人的人辦 我有跟你說要跟你們去監督 出完分配 都分配在單向圓圍 這裡完數的都沒有 你看看要怎麼 議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就是根據我的了解 除了單向委員會之外 應該是區的這個 委員會呢 應該是也有相關的經費 你還說我給你上去 我這麼多單位做議員到現在 沒有辦公的經費幫我補助 這個我 這叫你沒有關係 我現在跟你闡述說 挑戒會這麼集參的原因 喔 主委集長地各單向委員會 啊 各區委員會 比較少也不一樣 食材 也不一樣 團體的時候 比較沒問題的時候 都可以 你跟想台南市的發展 怎麼發展 就都 集中地關輸的台南市 這樣你跟想 一個台南市好兵 因為要 下兵之後 全部支援都沒有 我們 本來有比賽 救賽 連續 你跟想 這個我們的體育運動 怎麼發展 會好 市長 好 議員您講的這個部分 我會來 瞭解 因為我不太瞭解說 之前過去 到底 比方說哪些球類競賽 沒有辦 你有想要辦 你有想要辦 我要了解 譬如說我們 我們如果有經費 我今天在這裡說的是 沒有辦 市長 沒有辦 您就很容易就激動了 這樣我們很難討論 不是 我剛才有跟您報告 你說要回去瞭解 你不跟我說沒有辦 要辦 我就 車頭辦到小聲 你跟他回來 每次都說 我研究 我來 回去辦理 你這樣不用說 我簽成 我聽到我 費額 我簽了 三百 三百就不行 我簽了要三百 你 趕快吃藥 我們再來請莊玉珠莊議員 謝謝 感謝主席 市長有點厚恥薄筆喔 比較大聲就去拜訪 如果沒有大聲就沒有拜訪喔 沒有沒有不是這樣的 市長你來這裡已經多久了 一年多 一年多了 我們都沒有看到你對我們有關愛的眼神 不要這麼說 都沒有來找完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像是愛學完 我們這個蔡醫生蔡議員 比較大聲這樣 市長就想要來跟我們拜 不是不是 之前是有要規劃去議員那邊 因為陰錯陽差 所以這個部分 但是已經一年多了 將近快一年半了 應該找個時間 因為私下同仁無意見在講 說市長可能想不可以 都不想要跟我們互動一下 我們也在等你關愛的眼神 不要這麼說 很抱歉 議員 市長不好意思 我現在是想要針對我們校長的這個 臨險制度 因為私下有一些 包括家長會 還有一些校長私下的反應 其實我們台南市的校長這個臨險制度 我們有需要再去做一個檢討 一個審視 為什麼我今天在這個地方說到呢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 那個資深的校長 他如果現在是在大校 但是後一次四年 四年之後什麼 他要聯選的話 他就想要跑到小校去 為什麼 他要減輕他的壓力 他也要減輕他的負擔 但是這樣來說 你讓一個儲備的校長 因為這個臨險的機制 他媽媽上 沒辦法也就牽了 牽到到大校沒人去 當然就這個臨險的事 剛才駆到這個校長去 你讓他星光上任 一棋下去就大校 你知道嗎 他的行政經歷真的是不夠 其實我不曉得你有沒有 有沒有去了解到這一方面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 其實校長臨選的這一塊 也是我們局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沒有錯 因為各校呢 有好的校長 適合的校長 其實對我們局裡面來講 是非常大的這個助力 但是啊 我們現在強調的是他的行政經驗 他的行政經驗如果不足的話 你馬上讓他這樣隨著人 你就要去大校 還要面對的裡面的學務 還要面對整個周遭 包括社區 他的人際關係 一到一下子有辦法 馬上就去進入狀況去應付 所以齁 其實我們現在又回歸 在以前 好幾 應該是幾十年前的這陣子 以前的 原台南市 原台南市的校長 他整個臨選機制 他是有分自人有 這可能前的 我們在台南官 我們當然當然不知道 我們以前的 以前的 台南市就有分自人有 他就有分大中小校 對對對 這樣子你一直一直去磨練 是不是讓他的行政經驗 越來越充足 包括他未來對他的學務 包括他周遭 社區 或是家長會遇到有什麼事情的話 他可以 言論而解 他馬上可以去改館 不然你讓一個 剛身手的校長 馬上就去帶 去帶一個大間的學校 你看 萬人 踩到地雷 而且如果是在危險邊境上面的話 如果今天我們教育局 我們官員有破例消停 這樣還沒要緊 萬人 如果沒有消停 你對他來講 請何以堪 所以我覺得這個校長的零選 零選這個制度 其實我們需要再重新做一個檢討 也去做一個審思 有沒有辦法 跟議員報告 其實議員講的這個部分 這幾年來的確 在其實不是只有國中小 我自己在高中職服務 都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大校名校 大家的校長們都比較不願意 去那個是因為 但是校長 局長 對不起 局長 畢竟你們高中的這個贊助 因為你們多少有經過一些歷練了 但是我們這個國小跟國中 畢竟跟高中還是不太一樣 真的還是不太一樣 而且啦 局長我私下也有聽到一些耳聞 局長好像一直思維還在 我們那個高中校長那個想法跟做法 其實局長你應該把你的眼光放大一點 你愛讓我們整個教育局我們的單位 我們現在整個教育局的團隊是怎樣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最好都不要做最好 這樣子的心態齁 其實也會給我們整個學校的校長齁 一個很大的衝擊 所以你應該適當的權力要下放一下 我跟議員報告 我想我們教育局的同仁不會用這樣的心態 因為呢 但是我們如果不好好做的話 有這樣子的感受到 因為我們如果不好好做的話 其實今天我相信在學校的生態裡面來講 會造成更不好的情況嘛 那我個人呢 其實就校長臨選制度這個面向來看的話 我們我第一年去年來到現在 我們的確在制度上做了一點點的調整 但是我們所有的調整都是希望更尊重 我們這些資深的校長 比方說 對我們在臨選的順 因為剛剛你有按燈可是沒來 所以跑到第二次發言了 好 給一下聲音 好 謝謝 好主席謝謝 給局長聲音 剛剛跟議員報告的是 我來的第一年呢 其實我對校長臨選制度完全沒有做任何調整 跟之前合併後的狀況是都一樣的 那今年呢 因為我們在去年臨選當中 局長 你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不是說這個臨選制度 我只是說齁 你未來是不是在校長的這個選擇學校這個區塊上 有做一個調整 是 這樣子的話才不會讓一些齁 剛新上任的校長齁 他要面對這麼大的衝擊 是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努力 其實我私底下也有跟一些校長們互動 也是希望說校長們呢 尤其是有經驗的校長 可以來承擔 對啊沒有錯 其實這一年多來 我必須很坦白講 學校如果任何情形發生 我至少一定請我們的都學 第一時間要到現場 到學校或到醫院 這個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說 我們給學校一個支持的力量 那這樣子做 其實讓學校的行政 因為包括現在校長要找行政同仁 也都不容易 確實不容易 對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們都是用 就是行動的方式 希望能夠來支持 學校的這個部分 那校長這個部分當然 像我昨天也特別舉一個例子 說我以前當校長的時候 我最不喜歡收到的公文 就是說 它上面寫一個 本案列入校長年度考核之依據 我覺得這個 就這種 讓校長感受就很不好嘛 確實非常不好 所以我來這邊之後 您也可以問我的同仁 就是呢 我再三的強調 說我們不要再發這樣的文 我們如果這樣子 等於是我們不相信 我們在政策推動的過程當中 學校會支持我們嘛 那顯然就是我們可能 在溝通上等等的不夠 所以我們會努力在這個方面 尊重校長 然後也給校長空間 對 我們只是非常的不忍心 看到一些非常自憂的校長 選擇要退休 為什麼會選擇退休 一定他心中有話嘛 他心中有話 有時候他沒辦法去表達出來 或是我們 教育局這邊 沒有給他一個 厚而有力的一個資助 所以他要選擇去退休 那麼資深那麼好 行政經驗那麼好的校長 讓他退休了 這算是 真的是國家的損失耶 而且又讓人才這樣子 溜走掉了 這樣非常可惜耶 你知道一個校長的養成 我想局長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他是非常的不簡單耶 而且經驗真的是需要時間來累積 沒有錯沒有錯 而且他們今天能進入到大校 去整個去領導整個大校的校務 還有包括跟家長會的周選 包括跟社區的周選 這要多少的經驗累積啊 所以我們真的很不忍心看到這些校長 而且最不忍心看到的是說 他本來已經在大校了 四年一屆滿了 他後來選擇的是到小校 這真的真的是很看不下去啊 是 這個我也跟您報告 也藉這個機會就是說 像我們今年度 的確提出申請 退休的校長也蠻多的 對啊我們就是看到 我們心眼不忍啊 對啊我跟我們兩位副局長 還有我們的都學們 其實都有到學校去 跟校長們肯談 然後了解校長說 他想要申請退休的原因 那當然最主要我們的目的 也是希望說可以 就是衛留他們 讓他們繼續願意留下來服務這樣 那我覺得也很感動就是說 在我自己去走的一些學校裡面 其實這些校長他們都是 有責任感有使命感的 那在我們肯談之後 他們也願意呢一起留下來 繼續為教育工作再努力啊 我覺得因為人家說嘛 教育是百年的那個 百年數人的大業嘛對不對 真的而且我們也常常在講啦 一個國家的心聲就是從他的教育看起 那我們連基本的教育都做不好的話 我們怎麼去要求我們的國家 未來會強大 所以我這邊還是一直希望說 我們局長 該適當的權力下放 也應該要下放 讓我們的團隊 有辦法說有一些使命感 然後有學校有問題的話 他們才能當他們的後盾 這樣子校長再做起來的話 他比較有差勢感 他覺得說至少我有個支撐點 因為你要了解現在校長 真的也不好做 真的也不好做 民意高漲 我可以感同身受啊 真的因為那個局長 你也是過來人嘛 你曾經也是走過的 其實我也跟議員報告 我從花蓮女中是33班的學校 到台南女中是57班的學校 這個落差也蠻大的對不對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就會覺得說 大家都是一樣的工作時間 領一樣的這個薪資 那很多人就會認為說 我白白這樣 對啦 心理上有時候會不太平衡 那有時候 而且相信這個人多 事情就多 有時候我們在教育現場上 我們還開玩笑說 除了教育專業之外 我們常常還是在處理人的問題 那自然這樣子學生多 老師多 家長多 那自然就會有其他的 更多 需要去關照的面向就更多嘛 沒有錯啦 那這個部分我相信 我們的校長們其實也了解啦 所以關於領選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再來跟一些校長們 來談一談 也是就是 深談啦 對 再鼓勵他們 你也要知道他們心中的痛在哪邊 是是是 怎麼做一個對症下藥 然後把這些好的校長 這些好的人才要把他留住 是是 這是我一年多來 我很努力的一件事情 所以包括校長的這個 辦學績效評鑑 從我來第一次看到那個 評鑑資料是114項 那去年因為我剛來 我想要做一點調整 他們說沒有辦法 因為怕說有些校長已經 知道以前是這樣子要準備 那我們去年就只有減沒有增 調整為79項 那今年呢 我們就剩下38項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調整 就是說我們覺得 不需要做那麼多報表資料 沒有錯 而是要讓學校呢 真正的 有心的來辦學 那其實我也常跟校友們講說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少子化招生很不容易 但是我們照顧好每一個學生 他一家人都會幫我們宣傳 沒有錯 對 那這個學校呢自然而然 就是會得到社區的認同 家長的認同 是 所以局長我想啦 市長會請你來當我們教育局局長 也是肯定你的能力 也知道你有這個實力 所以來當我們教育局的大家長 所以我是剛好說 有一些校長還有家長會 也有這樣子的心聲在談起 所以在這邊提出來說 跟你做一個建議 其實有一些政策 因為時空背景的不斷的演變 但是有時候回過頭來 以前的政策也不一定都是不對的 其實我們要去做一個探討跟審思 所以我反而我們現在這樣回歸過來的話 有很多校長共同的心聲都在講說 他們有時候現在反而認同以前這樣子 有一個智人勇 從小校中校大校 這樣子的歷練上來 大家在經驗上行政經驗上都很充足 然後以後面對任何事情的話 他們就可以很輕易的去做一個解決 這樣也不會給你們教育節添很多的麻煩 至少在他這個部分 他就可以去做解決 像我之前我們自己 我們的那個部落就發生一個校長 也是因為跟社區跟家長會處得沒有很好 那因為家長會反映出來 其實當下我們讀學有去介入 也有去關心 但是因為可能站在校長他的立場上 他是覺得說 我今天不只把我學校的學務也弄得很好 我順便還發展一個樂林中學 樂林中心 樂林中心樂林班 他也覺得他做得很好 但是站在家長會的立場 他覺得他的心都放在這邊 沒有放在學生的身上 就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誤差 這樣子一個認知上的不同 結果他們就 家長會就有點慫恿 結果也把這個老師後來選擇離去 私下知道這個校長也是很好的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一個觀念 沒有大家有一個平衡 對 沒有溝通好 就這樣產生一個落差 其實現在這個老師到現在 這個校長到現在 心理上還很想不開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因為現在的校長他們的接觸面 已經沒有像單純的 只有應付學校的 學校的課業 學校的家長 他還要面對社區 現在尤其我們部落的校長更難做 你看每一次部落有廟會 校長都要對頭 對可以飛到晚上 真的很辛苦耶 因為有時候那些廟會多長 都是我們學校的團隊去表演 所以校長定義說 我們學生在那 老師在那 我們校長也不在那 我們也覺得抱歉 對啊 所以我們也覺得說他們真的 所以整天都在那裡構成這樣 對啊 他們真的很辛苦 包括廟會 如果在職業 他們也去培養 所以做這種校長 你們應該要多加給他們鼓勵 真的要留他們這裡下來 不簡單耶 那看有的可能也沒有拜六禮 有時候社區辦活動 校長也就出來 那真的不受苦痛 真的 所以我覺得對這個部落的一些學校 校長應該多更加的鼓勵 我們真的是很肯定他們 尤其孩子出來 像我們那樣 那些人塞 什麼會 都對他們會不會 對到會不會 我們看在眼裡 我們真的感受 因為校長會關心 孩子的安全 對對對 像這種我們就是肯定 當然就希望說這些人 在我們社區是最好的 在我們的部落更好 有這麼好的校長 願意這樣的付出 跟社區是有這麼綿密的互動 這當然是 好 最後請蔡玉輝議員 我再說 我 請問你睡 我四點 頭頭在想 我做館 我做館 的時候 都可以說到外面 很久 沒辦法 可以走極中 在館的地方說這麼久 雖然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吃 可以說這麼久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都剃頭照輪班 可以等到阿波 好不容易 剩一個 我再十個題目 我盡量 這個 我剛才說的你 聽到 我現在 我現在 已經沒有辦 適應的球賽 你感覺有需要辦嗎 議員 我剛才有跟您報告 就是說 我現在要去 我講的絕對是屬心 因為你沒有在問後面 不然請那個吳光明 吳處長說一下說 這到底什麼時候開始 沒有辦的 我蔡議員在議會講 沒有屬心的 我絕對不會講 這你可以去探討 我又說不定 我的工作 我要來講絕對 我求證過 我才會來議會講 沒有 有 影響到我的形象 雖然我的形象沒有很好 可是我也沒有正義 我都不會來議會講 市長 這絕對是屬心 你想啦 我剛才跟你說 新營市已經是偏向了 你看看 我們多少 除了 中等學校 田徑場上 的競技地方 可以說 政治的比賽 已經很久沒辦 很久沒辦 市長 我希望 我們體育的 運動球力競賽 不要有城鄉差跡 可以嗎 好 這個我們會來努力 來 我們冒冒請出吉他 到底 這個校長在講 我真的講 我們王府座不知道要講他是 修組的行為 你們這個經位審查 全我們修組是王府座 真的在講 因為他不知道 整個工作報告時 你們到底流程是怎麼流程 因為經濟立法的資料裡面 你們公務的經費支出 都集中在10宅 10宅 我們文正恩再來 這樣我們兩個有碰到 你繼續 我們兩個不錯 我們兩個打明目一圖 所以 是對打還是雙打 雙打 雙打一組喔 對 我本來想說 我本來想說 如果對打的話 不知道哪一個功力比較強 文正在找馬拉松 跳水什麼都有 一人 我跟我們說 你們反告不清楚狀況 因為你們教會 最神秘 什麼人討論 什麼人討論 什麼人討論都不知道 要不然你發公文的 我們北高市 國中的困難多 人我們都知道 唯一我們教會 叫我們摸不到 三藏金剛 摸摸 啊 做這個給你講一下 你到底在困難多 我們就會 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以兩個月 為單位 因為好好來的時間 不一定 這我在說 這在口中是不是 不是他口中說 所以我們就是會把它 我們三萬都走很久 應該是不會啦 我們會 大概原則上 兩個月一次 我們會做一個整合 就是說 好我們把這段時間裡面 這比數中的 到底哪些 不管哪些 都集中在一季 批一次 這我沒有反對 我們其實比一季還要再短 因為 好 因為我們是認為說 有些學校如果 你集長的權力 到底多少 你集長的權力多少 所謂的權力 不用去陪比數中那 其實我們如果說 各校向在申請那個 幾十萬的經費的話 其實都是從我們局裡面 這邊核定的 我們就不要在那裡 你再多少以上要陪比數中準 因為有一些是要看科目 有一些科目他就是 可能 那個一二十萬我們就要往 這個府城來簽嘛 那有一些經費可能是 一百萬左右就是 一百萬以下就由我們局裡面 好 幾個段日 不用怕你陪就可以跟 我們的段日主管可以陪 幾個段日 因為我們有二級機關 所以我們二級機關 包括我們體育處 家庭教育中心 跟我們的這個 男營科教館 那二級機關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會計 不用警衛力就對了 他們陪來多少 你都不用看就對了 不是說 他有要 比如說他這個經費 如果要上到 那個 府城的 市府的 那我們當然這邊 我們就會看到嘛 如果是他們自己的權限 可以 決定的 就由二級機關 他們自己 你說這樣就是要給別處 看的警衛力 出的不用警衛力 是不是 因為原則上 二級機關他們有自己 獨立的預算 然後呢 也有他們自己的會計 所以我當然是會告訴他們說 如果他有經費上 比方說這個執行上 有一些需要 如果要來討論的 尤其是制度面的 這個部分呢 就會請他們來 一起來討論機制 或是說你 各方面 民主代要建議 你也是都沒有管理 你跟我說是這樣 你都沒有半點管理 如果說 議員 如果說 您講的是 比方說有一些社團 那些 補助的經費 那個經費的部分呢 是在我們社交科 這就會在我們局裡面 你 一真正是在問你 有些單位 請到你這裡 議員 有跟你建議 跟你拜託 可是你跟我回答 不是說你都沒有管理 都沒有好啊 我要跟你問你局中 有這個管理沒有啦 原則上呢 我會尊重我們業務單位啦 所以我們也是 有一些但也經過這個溝通啊 好 這樣我們就到五點半了 現在 我來請教你 你這個市政報告裡面 有寫到 我們英語春 全部台湾市的國中裡面 有多少 有視聽音聽教室的嗎 你怎麼知道 欸這個部分呢 那個可能要問一下永續科啊 好 你說也可以我等 對幾經 有沒有有沒有調查過 蛤 沒有調查過 所以特別調查過 蛤 蛤 你會知道幾經沒有 因為我沒有在補助 最近沒有在補助 這種經費 台南市有幾經 英廳教室 這人 可以說 我所在真的可以說 差不多沒有啦 每一天我敢這樣說 你做 你做 官警網告進 變多多經費 要推行英語 你把想法成功還是不成功 沒有 不然英廳教室 啊你 只要這樣說去巡迴 幾年去說幾年去說 的效果有多好 好像剛剛好 王瑚其王 王瑚其王 你怎麼知道 是什麼 對幾經有 還有幾天 自己教會 王瑚其王 你怎麼知道 王瑚其王 王瑚其王 我的印象當中像永仁高中就有 我的印象當中 沒關係 你拜託你正義給我 我還沒說 會不會成功的原因 其實說的 問題也說的 實在說你沒有這個基本的設備 只會一直推動 只會 總共一直到執 到尾了 我在廣議院中間 都在到時候 應該沒錯啦 我做每個年就有稍作 對不對 對 我也沒想到說有一個 我會叫教育局法務成所 我死了為止 所以 我是感覺 現在中央 民進黨執政 如果真的要推動 你最少一期 也要有一間 英町教室 最少一期 一區啦 我以前的鄉頂一區 台南機關室是區 台南館叫做鄉頂 讓小孩也想說 如果沒有家人也 多少來聽一個 這個 經過這個系統來 聽一個英聽 不然你們照這個論要論多久 你們的伯格書要論多久 才我去推動 一間後我去老實 所以我一直覺得 大家都我們國家 現在 按中央跟電影一樣 我們在國務部門一樣 成效不長啦 負責 大家留來看看 因為我時間到了 問題還要講 他講了我還要再講 我還要再給時間 謝謝 謝謝 是要接收雷說 還是要讓我叫才休息一下 因為下午從2點開始也2個小時了 還是你們各講一輪 然後我們就結束好不好 好啊 李議員你先說好啊 好啊 那不然那個 他們可能有的要去那個 出所 我看他們先完那一份 好啦 先休息10分鐘 好啊 好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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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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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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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我在這邊說 直接講說什麼時候可以達標 這個我也必須 馬上回去討論就可以達標 我也必須要跟議員跟主席非常誠實的講 局長那個重點是在 不管你怎麼做 我們結果就是希望能夠讓父母 讓孩子可以達成 可以去公立的幼稚園這樣就好 所以需求要出來 其實那個空位要出來 現在根本一位難求 一位難求還要投稿 其實議員我跟妳說我雖然自己沒有孩子 但是我知道我妹妹她在中華館 她的孩子也是去參加國小婦幼的抽籤 我是說但是以前在 我不知道去年有沒有 但是在前幾年是不用的 妳知道嗎 是嗎 是可以不用這樣子抽籤 因為名額的有夠嗎 就是因為大家擠破頭 妳當然是要抽籤啊 我的印象中一直都要抽籤 沒有啦 譬如說我以前給父母的花蓮 妳看不用抽籤這樣 沒有啦 妳是說多好有夠 哪有需要抽什麼籤 對不對 妳就是因為一直把她說 說到最後名額 接到多好 當然妳沒考慮到經費的問題 我知道嘛 接到多好的時候 當然是到最後一定是要抽籤 跟醫院報告 其實我們整體 據我了解這一年多來 我們在幼兒園的這個部分 我們是沒有減任何的人數或班級數的 我也是覺得說那個私立幼稚園有它的方式 有它的功能性在啦 我們不能夠去否認 那有些家長會送到私立幼稚園 但是有些家長很多很多的家長 真的是考慮到經濟的負擔 他們希望讀公立幼稚園或是公立托兒所 有這個需求 有這個需求 我只希望說局長回去 能夠找相關的領域或是校長 大家集資廣益 有數據的妳就開給人 我們也跟其他局處要協調一下 要協調一下 妳就這區開一半了 需求比較大的開兩半了 經費 如果有這個需要的話 經費 我覺得不要去考量這個經費的問題 因為少子化 這個是整體政策 也不是只有教育局的責任 甚至更上一層 我們去跟賴市長建議 還是說這個部門妳要讓統籌經費的 這個財主單位知道 這個的重要性跟需求性 這比我們 比我們去發什麼一個孩子 妳要把他分多少 什麼津貼 幾歲一千 一個月給他三千塊多少 來的絕對來的划算 父母絕對會給妳打破壞 我的孩子中生 可以在那裡公立幼稚園 小班中班 我不用去發熱那麼多 讓我們專心去拿這個生意打拚 對不對 是 議員我也跟您報告 其實在討論12年國教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談到K到12 K就是幼兒園的那一部分 那當時後來整體政策上是說 比方說高中值推免學費的這一塊 其實當時我們在教育現場上 我們建議的是應該是把那個 要補助免學費的那一塊經費 應該要拿來做幼兒園的這一塊 也就是像剛才成如議員您剛才所說的 就是讓這些年輕的家長他們可以安心 孩子得到好的照顧 局長真的 你日本也是這樣 他們特別重視年輕的這個 年輕的這個父母 他們剛生小孩 那個這一段階段最重要 你一旦讓他覺得說 我不敢生孩子 孩子生了這段時間 幼兒這段時間 我沒有能力照顧 這個國家就斷層了 真的是很重要 這個階段是最重要 所以說 如果經費真的不足 反而是 這個調整他的比例回來 這個幼托的部分 這是需要的 你讓這些父母 不可以為了想到這個入學的負擔 不敢生了 頂多生一個 最後就乾脆絕子絕孫了 很快的 這個人口未來的這個世界 大家都在少子化 大家都在比有沒有競爭能力 就在於你敢不敢生小孩啊 不敢生的這個國家就越來越壯 越少 人才越來越少 所以這個部分 真的 局長 你真的是責任重大 你一個小小的決策的調整 經費的調整 你能夠救很多父母 我說真的 這是我最近聽到的心聲啊 有時候我們也很無奈 那麼多的家長有這樣的需求 在給我們拜託 真的是 他們需求不多 讓他們小孩可以離開公立的 小班 中班 大班你們有了嘛 那如果能夠你們再 設個一點或兩個點 能夠收小班跟中班 都給他聚集會 大家家庭高興到要死的 有所在去啊 當然好 我就是因為你們馬上納入大班 然後名額不夠就不再開中班了 那怎麼辦 小孩沒辦法去託啊 讀私立幼稚園他們負擔不起 只好放在家裡 不然整個工作死掉自己搶 那個都是社會的損失 這個城市的損失 我要說的是這樣 回去馬上可以做決策了 晚上就可以決定了 那個經驗不多啦 真的啦 調整一下 好 謝謝議員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辛苦 那個 那個順這個話題齁 那個我跟局長建議一下 說真的那個 為什麼政府齁 為什麼中央政府要誘託整合 其實然後弄個誘照法 其實就是真的有重視到 學齡前的教育的問題嘛 所以就是說往六歲以下的教育延伸 成為正統的教育來對待嘛 所以這應該已經是政府的責任了 所謂的學齡前的教育已經不是好像是一個 一個我主觀要願不願意的問題 而是客觀政府必須要照顧的問題啊 因為現在小孩接受教育的年齡也越來越小了 那所以政府必須要把這個責任扛起來 那既然是政府的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政府就應該在這個部分 特別是公部門就應該要介入 應該要下比較多的功夫 所以為什麼要建議說公佑要多開班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政府既然要扛下責任 就不能讓民間 就整個大部分的趴數是在民間嘛 你今天公佑好像私佑的比 應該是3比7對不對 蔣科長 我們如果用據點數來算的話 是那個 差不多3 7嘛 不是是將近4比6 你是用 用肩數來算還是用學生人數算 我們用據點數來算 因為這是 對可是你用學生人 因為私佑收的學生會比較多 因為據點數是教育部給我們的標準 教育部也是用據點數來算這樣 對 那私佑的部分它是這樣子 就是說它面積有多大 它可以核定多少招生的人數 其實說真的像私佑她有一些 她核定的人數之後 她不見得 所以我在這裡還是呼應蔡旺權議員的這個 剛剛的說法 就是說其實我們都非常支持這個公佑 要大量至少在市區 在市區 人口密集度要征班 然後那個公佑教師 就不應該再管控了 因為不缺孩子 幹嘛管控教師 那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這樣子 往這個方向來處理 那因為其實去年我們審運算的時候 就有做附帶決議 那可是不曉得 照理啦 去年做附帶決議 今年應該要實行啦 那不過 我們知道政府部分 把我們議會的附帶決 都當作參考院的 總是我覺得這個事情很要緊 那真的期待我們 在至少啦 我覺得最遲最遲 在明年 一定要在幼教政策上面 有一定程度的大的改變啦 這個是我們整體議員對你的期待 蔡議員請說一下 蔡王全議員 有有給我一分鐘 那個主席英明 真的那個局長那個真的 這個部分 那個局長都在嘛 這個馬上可以調整的啦 真的是 重點是要讓我們還 讓那個年輕的父母 尤其是比較都市 都市區的部分需求更大 我覺得他們為了要好好照顧 小孩 工作都死掉 那是很可笑的 我真的是憑良心說 現在少子化的問題 政府更應該重視 年輕剛結婚的這些父母 他們當在拼 我們國家 有責任 給他們好 照顧 照顧他們的孩子 這反而是國家的責任啊 而且是到最後 如果你處理得不好 為了省經費 這樣就減不減不減到尾了 理由 都是 減半的理由都是少子化 等待在這個部分 我們更應該要征班 讓他們可以放心 你想要討論你的這個托兒所 你就讓他 讓他有這個需求 都來沒關係 然後 幼稚園也是一樣 可以去詳細的探討一下 請 做個回報 這幾個回報統計 你就可以馬上知道 為什麼會大家搶破頭 每個地方都要抽籤 哇 這 抽不到要怎樣 只好去讀實力幼稚園 那反而變相在保障實力幼稚園 我沒有替 我不是說實力幼稚園 就好像是不怎麼樣 他有他的不一樣的設定的方向 這個是說 他有他的市場 為實力幼稚園辦得很好 很多父母放心送到那邊 但有的家長 他們希望讀公立托兒所或是幼稚園 公立幼稚園的部分是因為經費的考量 我們的師資也夠 你這樣把它減班或是考量經費 老師也沒有發揮空間 一再的 受影響的是整體的城市 整體的國家的力量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對下局長 對下朱憲 主席一名 我先來 OK 好 剩最後九分鐘 蔡議會議員請 第八輪發言 謝謝 事實說的 雖然叫林議員 不一樣政党 不過他 他告解這個專業 我肯定 這人想說 以前在台南館的時候 我這樣聽 這樣聽 以前有一段一段 聽到沒了 台南館 對一個單位在說什麼 我沒了都很了解 雖然 不是我的選舉 我還沒了 大部分 我們所有台南館的狀況 各級事實上這樣說 大家都有在說什麼 我都幾乎都知道 最後 我這人建議 大家都說 開支援了 總結說生子的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議題 還有建議 偏偏接我們台南市 綜藝省的差不多三行 包括中原報索 我這都不要再說 是怎樣 大家都差錢不夠 最重要 我們要講這個議題就是 這個 市長當然明確先是不需要併會效 過去在台南館的時候 我為了這個議題 我們的王文局長 以前的局長 我那時候主庭要把眠官所謂的官長 因為他要併會效 以前台南館標準是六十的設分老 四十的併掉 我現在偏像小小這樣走 為了國家整體競爭能力 我們始終覺得 想過說我又併效 我先告訴我們人數啦 還是局長 我們今五十的以下的 校有幾經 校生育不夠五十的 國中也國小 有幾經啦 今目前有幾經 不然我們嚴謹的 說以前我們六十的有幾經以下 我都通過幾經了 你報告 台幼幾經有台幼 差不多 七十一經 七十三經裡面有幾經 國小 我們那個 白人以下是八十九 你如果差不多 三四十左右 好 一經 科長你所了解 還併掉 是 廢掉可以升落 廢掉可以升落 廢掉可以升落一經 他那是分兩種 其中是財委分校 我們不要說六十的以下 直接給他廢掉 可以升落一幾 差不多 超過一千萬 好 阿分校咧 差不多 以上主要都是人數位 好 好 我先說請坐 市長你讓我坐好 就讓你開閉 先說我的感覺怎麼樣 好 沒關係 期待再相約 一條關 我先說我會這樣想 我有去看小學的人 有一個 一班 一個兩個三個 你想一個 幾十個人 一個年級幾個人 要怎麼怕有很多人 在 同事之間的競爭 你不要說 有的 像我們說 幾個年級 你年到兩年做一個相當隊 家族出來表演 一年到兩年都出來 有的國會對 大家全部都出來 我可以感覺就是說 偏向小校 這個氣勢越來越動不了 這個經費升起來 我們保貼高通車 和營養午餐 和學雜會 和教師會 大家都保貼 我相信 在 來保貼後 家庭不允許載後 來比較大間 教育學生 如果同樣學習 同樣成長 來競爭的時候 我不會比自己 在小校 一個班同 兩三個 比較壞 你們覺得 特輪歸這個議題 還是從來沒有 跟議員報告 跟議員報告 我們在室內 我們只要跟我們說 研究這個方向 其實齁 這個財幣校的這個部分 我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 那但是呢 你要尊重台幣 台幣不可能同意 對 這個就是像 台幣不可能同意 對 這個就是像 台幣不可能同意 對 這個就是像 你如果把學校封掉 後 我這個社區 是不是整個就更沒落 我知道 它是精神倫理 各方面 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對 它就是一個文教中心 所以我想就是 對於這些學校 我們其實 在教學方面 我們給它很多的支持 但是呢 你說要整個病 或者是說 像之前 台南縣 40 60 這樣子 這可能是規模很大的 我們沒有研究這個方向 就對了 你自動的 不是用自訂 通過地方 制製條例 來 有立法 根據來 我們沒有想 往這方面去規劃 就沒問題 是不是這樣 有沒有這樣 我們從來 我們這目前不可以做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但是我們是沒有 我們是沒有主動 說要做這個 財幣校的這個部分 好 這一直就是 講的多講不好 因為我想也是這樣 公佑 我幫你保證 還不成功 雖然大家議員建議 利益都完善 可理很多 就是我們 市政府建的財務 職責負債 1,250億 所以為什麼 最近 我們一直 政策往前面 都精簡 精簡 一直在塑膠的經委 一直 我個人這樣想 市政府人員這樣想 市政府人員這樣想 到有機會 跌這麼多 很多我感覺 一定要 塑 不要塑 全沒有錢 才會花了 我們的水域 指使力很低 所以 一直到最近都會看到 過期都沒有看到的事情 你公佑 才有可能成班 我們 我們 創議員回來了 市政府人家說 我 每個人來這裡疼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就是 對 不是說 考慮到 私立學校的立場 可能市政府的財務 我跟市政府人家說 那裡 我只是覺得 沒有辦法 所以 很多人來講 都是錢的問題 沒有錢的辦 沒有事 偏偏 我們 在六都裡面 我們的 稅務 會主持性很低 所以一人當然 我是又建議說 我們使中 成立民主持性 成立民主持的這個問題 當然很多密宗考慮 大家考慮不一 我個人建議 你如果沒有生活資源起來 這生活的特殊委 我跟你說 你教育小組大家幾位 大家議員建議絕對 會聽得很煩 因為你都沒辦法改管 是不是這樣 因為你來這裡也是 服役員黏黏黏回去 沒辦法做不夠 我頂端也不想做 不是不愛做 靈力也不夠 是不是這樣 跟蔡議員報告 其實不是我們不愛做 其實改我們做我們也是運動要做 不是你不愛做沒有錢 我的意思是說 不管如何不管環境 我們也是要認真打拼 希望說 比如說我剛才說的 公佑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是說好我們關懷的 我們散布的點更廣 讓小孩子可以就進來讀 這個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之一 我們不會說 因為怎樣怎樣所以我們都沒有做 我們也是想辦法 要來解決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我們可能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或者是說滿足議員先進們 你們的這個 我跟妳報警 你做交易局長在裡面 沒辦法解決我問題 因為齁 我們的苦節越來越多 你看前的人就一直想要熟 不應該開他不想要開 我跟妳報警 不然我們還有幾年可以再見面 我們來聽看看 好啦 所以我給妳最後 對妳交易局長我的一個 建議 因為我因為妳 妳聽起來我覺得妳的專業領域 有進步 棒 妳的領導同意 有待加強 謝謝議員的指導 你此次帶人 你也可以說話說頭前好的就好了 不要一直再說下去 不可能 不然我對妳有夠欣賞 都說不好的我不可能說好的 我這個人 各位人都說實際會 我又破壞了 我又不能這樣破壞 我的形象 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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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第三 你此次帶人 真的 差 最好有一個性能效率 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校長跟我說的 這都有經濟說 要討論三萬人 沒辦法都沒辦法 哪一位校長 我真的也很想認識他 既然 性能效率差 你給我的資料 你的經費 配置 都集中在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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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配置 以前通過 你支付很少 都在後面支付 我希望你要加強 這個部分我們有在努力 所以我今天 剛剛下午我有跟您報告 就是說 我們希望以後呢 學校申請經費 所以我們是兩個月 兩個月三個月為期 你要去加強 你要去加強 來簽 來補助學校 最少 時間到 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 你已經超過了 不然按照你的去就 不是啊 對不起 好再見 最後 最後 好 非常有效率的意識 準時開到五點半 還超過兩分鐘 好我們今天 教育部門質詢到今天為止 明天是教育部門文化局 跟新聞處 繼續的部門質詢 好我們今天散會